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荷兰人民报的长篇独家报道 文章的题目是华为有能力窃听荷兰皇家电信移动客户的所有电话 甚至包括总理本人 文章介绍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未经授权可以从中国进入KPN 也就是荷兰皇家电信移动网络的核心 可以无限监听电话并违规获取窃听信息 而华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与KPN达成的协议 这一点从二零一零年KPN的一份秘密内部报告中就可以看出 而这一份报告已经被荷兰人民报获得 文章介绍华为能够窃听未经授权的不受控制的无限制的KPN手机号码 包括KPN内部网络还有来自中国 时任总理以及中国异议人士的号码都在其范围之内 而华为还可以进入窃听电话号码的数据库 这违反了电信法 而文章介绍内部报告的结论急剧爆炸性 如果泄露KPN的命运会受到影响 报告中写道KPN的存续恐怕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如果知道中国政府能够拦截KPN的手机号码 并使网络陷入瘫痪 那么许可证会被收回 政府和企业界也会撤回对于KPN的信心 文章介绍在二明九年秋天在飞往北京进行为期五天的工作访问之前 内阁部长接受了安全培训 在位于外交部的一个地方 两位官员解释了访问中国的风险 而旅办也参加了相关培训 而荷兰情报方面表示私人组是去签署中和警务合作的双边协议 但是中国方面的行为让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 荷兰情报部的官员介绍 处理机密文件以及处理电话都需要经过特别培训 每天结束时正式文件都会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被送到荷兰使馆的保险柜里 但是电话是一个单独的额外风险 当时的官员介绍我们被警告不要在电话中进行有关重要信息的交流 官员们得到了一张全新的SIM卡 而事后卡被销毁 部长收到了来自情报部门给出的预付费手机 在旅行结束后必须将其归还 同时他被建议不要通过电话进行任何详细交流 荷兰情报部门对于中国的关注并不奇怪 二零零八年情报部门观察到来自中国对荷兰政府和企业的数字攻击数量有所增加 特别是荷兰各个部委和高科技公司是中国最喜欢的目标 但是即使是在荷兰情报部门担心中国间谍活动的同时 荷兰电信公司却在加大投资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设备 原因是中国比其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便宜得多 只有少数人特别是电信公司的安全部门担心数据可能泄露到中国 文章介绍当有一家公司准备更换客户和计飞系统 各家电信供应商发来报价单时 华为的报价单是如此的便宜 以至于员工们怀疑中国公司输入金额是否正确 而同时KPN也喜欢使用华为的技术 这家曾经的国有企业是二零零九年荷兰移动电话市场的绝对排头兵 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 远远超过其竞争对手 有六百五十万移动用户使用3G网络 而由于中国的设备数百万荷兰人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都通过KPN的网络进行传输 为了进一步削减成本KPN和所有大公司一样 在二零零九年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 将设备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华为的技术人员 而为此KPN方面要求在二零零九年秋季进行风险分析 为下一步骤做准备 因此内部报告研究了华为存在了哪些风险 以及中国公司在其内部的行为 结论十分惊人 调查结果被宣布为保密 而十年后这份报告才落入荷兰人民报的手中 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保密这么久 根据荷兰人民报公布的报告最后版本 其中明确指出 华为人员无论是在KPN内还是在中国 都可以窃听到未经授权不受控制的手机号码以及相关信息 华为方面知道哪些号码被窃听 而公司未经授权获得来自中国的移动网络相关核心信息 公司这样做则违反了KPN的协议 二零零九年在KPN总部来自华为的中国工程师 有了自己的工作区有六位中国籍的工程师 在移动网络核心设备上可以进行登陆登出管理 而华为也为KPN提供了交换机 这是将KPN号码连接在一起的设备 如果A打给B电话数据要经过华为的交换机 而除了六位员工之外 设备的部分管理人员是由中国方面所提供的 KPN显然是将华为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但是根据报告公司的六位中国员工可以获取被窃听的通话信息和通话内容 这明显违反了电器法 文章还说出于质量的目的 华为的技术人员可以简短收听所有的对话 但是听完整个对话是不允许的 但是根据这一份秘密报告 中国人并未遵守这样的做法 这样一来华为可以访问非常敏感的信息 包括首相和部长的电话 还有包括内阁所有部长甚至是巴尔肯安德本人在二零一零年都通过KPN网络来召集会议 而几位前部长告诉荷兰人民报 他们从未被告知存在这样的风险 报告并没有显示华为窃听对话的频率 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至于理由并没有直接叙述 华为管理着整个系统 而报告公布之后KPN发表声明表示 没有KPN的供应商能够未经授权不受控制的访问网络和系统 或者是窃听KPN客户查看窃听信息等 KPN表示多年以来从未发现过华为从我们的网络或客户系统中窃取了数据 或者进行了窃听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一定会通知主管当局和客户 而华为方面则回应表示从未见过这一份秘密报告 华为表示华为员工没有未经授权访问KPN的网络数据 也没有从网络中提取数据 华为始终是在KPN的授权下进行运营的 根据报道荷兰经济部已表示要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而该部此前说已经在二零一九年采取了措施 此后电信供应商不得不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对服务和产品提出更高要求 并从根本上发展监控技术 目前还不知道这一份措施是否会因报告的披露而有所调整 而文章引述一位研究人员表示 中国人对商业机密军事机密和国家机密感兴趣 一般人则无需担心 而另外的专家则表示 在二零一年左右电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外包管理经济压力很大 而廉价的华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所进来的 当时安全是次要的 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部分电信也仍将管理外包 而现在的地缘政治情况显然更加复杂 但是文章认为周正恩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值得高度警惕 分析指出获得这样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将是重大的间谍活动危险 但是当时KPA显然是看中了自己的商业优势 对于华为这一家中国公司限制十分小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 文章介绍本月对中国电子商务企头阿里巴巴开除了创纪录的罚单 是打击反竞争行为的可喜步骤 二十八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让阿里和其他科技公司注意到 建立旨在将客户和商家困在其生态系统内部的孤立之举 是不可以被容忍的 这是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许多电子商务公司经营着所谓的高墙花园 阻止与竞争对手平台的互动 比如阿里的淘宝电商应用 让用户没有办法来使用竞争对手腾讯的支付应用来支付商品 而腾讯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 则阻止直接从字节跳动的视频分享应用来分享片段 而在上周中国互联网和市场监管机构表明了他们意图的严重性 给科技公司一个月的时间来修正所谓反竞争行为 告诉他们要进行全面自查并彻底纠正 之后还要公开承诺遵守规则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商业上更开放和更有竞争性的互联网 而金融时报表示人们很难说西方的监管机构可以借鉴中国的做法 但是如果只把中国作为竞争性最佳实践的典范 那就忽略了房间里的另外一只大象 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对具有垄断意识的互联网公司进行打压 但是却没有一点迹象表明 对于几十年来一直由国有巨头主导的经济领域采取同样的标准 这些国有资本主义巨头市场支付地位不仅影响到了国内的竞争对手 也影响到了在中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 上周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咨询公司荣顶咨询联合发表了一份措辞尖锐的文件 矛头直指这种体制给中国带来的不公平优势 虽然近年来中国确实是向外资开放了金融服务等行业 也允许外国品牌在奢侈品和医药领域赢得一些市场份额 但是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仍然对外国品牌和外国投资者是关闭的 为了阻碍或妨碍竞争而设置的障碍往往是非正式的 当局可以在公共采购中故意偏向国内公司 也对他们的许可证更加愿意批准 而对外国公司则经常进行随意的检查 或者是要求外国企业重新设计其产品以满足特殊的中国标准 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 但是随着中国公司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成为领导者 以及中国的技术实力在一系列行业中开始与美国和欧洲持平 弊端将变得更加紧迫 荣顶咨询的报告表示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的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优势来积累资源 然后在海外与西方同行进行竞争 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被摩擦埋下了伏笔 金融时报社论写道中国应该将反垄断审查 从自己的私有互联网公司扩大到国有经济部门 注意向外国跨国公司和国内竞争对手一样开放 如果中国决定不这样做 那么将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提供弹药 以反对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扩大对中国公司的准入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其他相关药文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浙江本土干部曾经担任朱继市丰桥镇党委书记的徐文光 近日出席了浙江省政府党组会议 文章介绍四月十五日浙江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而根据浙江新闻联播报道画面显示 市委书记徐文光出席会议 并在副省长王文旭和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基居民之间就坐 曾经担任封桥经验发源地封桥镇镇长党委书记 现任渠州市委书记的他提出了打造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的有关说法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 二零一八年八月徐文光在封桥经验发言上说 渠州的总体思路就是做身做好互联网加政务服务 党建加基层治理两大文章 为中国知智的基层知智提供标准方案和样本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数字人民币相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央行的高级官员表示 中国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 打造数字人民币的努力是针对国内使用的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取代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在周日表示 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让市场来选择并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 文章介绍央行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各种试点项目中测试使用数字人民币 本周早前的一份报告显示 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对中国在数字人民币方面审查的进展 因为担心这可能会启动取代美元的长期竞标 中国人民银行从二零一四年开始研究数字人民币 提高了央行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加密货币的兴趣 而加密货币的传播使人们感觉到 普通现金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改变金融业的运作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快成为第一个推出虚拟货币的主要央行 在全国十一个城市已经推出了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的实验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疫苗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表示 关于如何恢复给美国人接种强生疫苗的决定 可能会在周五之前出台 这个时间表与其他卫生官员表示的要快 福奇在美国达到疫苗接种里程碑时发表上述讲话说 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周日在网站上报告 美国十八岁以及以上的人中现在有一半以上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福奇在接受NBC会见记者节目采访时表示 我怀疑是不是真的要取消强生疫苗 他说这将是令人惊讶 如果我们没有在周五之前以某种形式恢复强生疫苗 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是让强生疫苗重新归来 但是要以某种形式的限制或者有某种形式的警告 此前美国卫生官员建议暂停使用强生疫苗 同时寻求更多有关于罕见副作用的数据并进行研究 至少有六位接受注册的美国妇女 在接种疫苗后六至十三天出现了严重的血栓现象 都是